這塊板早多半年出 你說是多麼好呢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別錯過任何節目 先講一點背景資料 AMD B450晶片在2018年3月推出 其實我拍片的時間已經是2012年 但現在有一塊是新的B450主機板出來了 我又不覺得有點意外 但如果這塊主機板願意早一點推出 應該可以掃倒了現在整個B450的市場 作為2月新年之後 其實我推出過一條影片 就是講B450 M Plus Gaming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這裏 看舊的影片 曾經都被人罵過 就說B50晶片就出來了 又推死貨 又清救貨 但我想說那時候的B450 任何品牌都會買到沒有貨 但誰知道現在的死貨 又推出一塊新的 我真的不懂怎樣繞 但又不是說繞 這塊板有什麼特別 我和發哥會說到這塊板是神一般的 我現在開箱和你們研解一下 其實這塊主機板是包含了B550和B450的東西 我覺得是混合在一起的 為什麼呢 首先一拆開這塊主機板一看的時間 你已經會覺得和B550 M Plus很相似 當然B550 M Plus有推出Wi-Fi版和無Wi-Fi版本 這塊是沒有分有沒有Wi-Fi版本 只能出一個就是沒有Wi-Fi版本 而這塊主機板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強烈 覺得這塊板會掃倒所有B450晶片組的主機板的原因 就是它的供電設計的部分升級了很多 它之前那塊B450 M Plus那塊 它會用了4加2的Power Stage 而Pro那塊會用了4乘2加2的設計 而這塊會用了4乘2加2 再加上Dr.MOS的設計 那下了Dr.MOS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的專門效率會再高了 從而它的肺炎都會少了 再簡單一點說就是 它供電會比以往那兩個模特兒更冷 我覺得這個原因已經很足以令我們不選以往那兩塊 而直接跳上去選擇這一塊 如果你說這塊主機板還有什麼和以前有很大分別呢 下面擴充功能那邊 PCIe乘16一樣有兩條給你的 但是下面那條是4X 上面那條是16X 當然插Display Card也要插這條 如果插WiFi Card的朋友 可以選擇上面的1X也可以 因為下面這條的M.2 如果你用了的話 這條就廢了 所以通常都是插下面這個 因為有散熱片的關係 多數人用M.2都會先選擇下面那條 不過我留意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 其實大部份的B450主機板都好 近CPU那條叫做M.2可能1 這條是真的由CPU拉出來的 它延伸應該會低一點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有細片通常都是下面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M.2數量跟以往的Pro一樣都有兩條 留意到之前的Plus都只有1條M.2那麼大 而M.2一樣 有一條是沒有散熱片 一條是有散熱片 但因為它用了B450的晶片 所以它整塊都不會有PCIe Gen4的支援 所以你不用覺得它像B550 而會有些PCIe 4.0的功能 對不起 這一塊都不會有 除此我的升級都會在IoPanel找到 第一件事就會升級了 由以往的1GBLAN 轉為2.5GB的LAN 還有會多了這個Bounce Flashback的按鈕 其實之前那兩塊B450主機板都沒有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塊B450的Pro S竟然會有 其實絕大部份的B550主機板 都會有這個功能 我相信它是想迎合現在市場上 有的功能去做出來 但我自己覺得是差了一件事 如果它有懶人IoShield的話 那就十分之好 SATA頭部份都會有4個在這裡 都足以應付日常的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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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即是那些ARGB的產品 不好意思 你要另外加控制器 或者是保理粉 我們差不多要收尾了 其實這塊主機板 我覺得推出的時間 因為都算遲 但它都有點誠意給大家 為什麼呢 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它的2.5GBLAN 其實都是說一些for future的東西 雖然這一刻大家家裡 可能都是在走1GB的上網 村屋那些朋友對不起 但是呢 你現在突然間有2.5GB的upgrade 你都會先支持 而不是說我又要加LAN卡 因為一加LAN卡的時候 你就會很關心 會不會因為加LAN卡 而影響到你本身Display卡的散熱 這個點我會很關心 第二個點就是它upgrade了供電的部分 供電這次會用10個Power Stage 加上Dr.Mox的設計 這個設計是有助到供電是沒有那麼熱的 同時你都會想 我以前說的那兩塊主機板 可能你覺得落3600 或者3700X那些 你會有點關心 雖然我上次都說了幾十萬次 你這麼低電的CPU 其實都不太關心 但其實這塊主機板走出來的感覺 你會有信心 它落到這些CPU 也不怕死 其次就是因為B450主機板 SOMA都說了 是可以支援到接下來SAM3的處理器 其實它加強供電到這個地步 即使你買這塊主機板 去upgradeSAM3也好 你都不用怕散熱 或者供電上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當然就是輸了PCIe Gen4的部分 受限了B450晶片的限制 除非你減到這個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可以試一下這一塊 始終現在這個不用800元的價位 其實這一塊是值得選擇的 喜歡這條影片的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出一下水 subscribe和like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